南侨冰品今年表现突出 包括了自由品牌杜老爷 替全家便利商店代工双麒麟 都有显著的成长 也推动了南侨上半年的营收 还有获利都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南侨8月份税后盈余是8400万元 8月份的业绩表现不错 每股赚三毛三 预期第三季获利 有机会可以突破3亿元